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起好准备的 您就像我们这样做 做法简单 连汤匙都能拌上三碗米饭 首先准备两个鸡腿 把它砍成小块 再随便的土豆和青红椒切块 剁了鸡腿 冷水下锅 加葱姜和料酒的巨鲜 大火煮开 表面煮过 然后给它倒出来 锅中油热 下葱姜蒜 炒出香味 倒入鸡块 翻炒个七八下 把它的加油给炒出来 再倒入一袋 这个黄焖酱汁 这个酱 是大厨跟你比较最好的 其他的任何调料 你都不需要放了 它就做黄焖酥脚 黄焖牛肉 黄焖排骨 都非常好处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凶水 和体肩泡 上下葱 扣上盖子 这么十分钟 倒入土豆 再煮好煮中 最后放青红椒 盛中烫出几个 一锅香焖焖的黄焖鸡 就做好了 全家都爱吃 是不是很简单 你一干吃吧 坐起来吧